哎呀 这是哪儿啊 怎么人这么多啊 乱七八糟的 妈妈妈妈 谁喊我 吓我一跳 肯定是我听错了 妈妈 什么鬼 你给我出吧 我看看是哪个妖魔鬼怪 在这里胡言问语啊 这可别瞎喊啊 我自己可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呢 你低头看看 我在这儿呢 啊 就是你啊 喂 小孩 你在这里瞎喊什么呀 你是不是被你妈妈搞丢了 要不要我带你去找你妈妈呢 我不去 我就要跟着你 我好不容易从萝莉咱们家里逃出来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难怪这小孩不想回家 师傅家一股脚臭味 这些是小孩肯定也得被逼疯啊 虽然我对这个小孩表示非常同情 但是我可不能带着这个小孩啊 我得赶紧跑 哎哎哎哎 你别追我啊 不行 你得对我负责任啊 既然你已经和我对上眼了 那你就是我的妈妈 你要是不带着我的话 我要 我要哭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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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熊别人 今天我还能让一个小猫孩子给熊了 哎不许哭了啊 你再哭我就把 把你送回萝莉浆里 我还把他的臭袜子塞在你嘴里 不要把我送到那去 那我不哭了 这才对嘛 你乖乖的别跟我吵 我想个办法给你找妈妈 哎呀这小孩也没有地方住 就先想个办法 找个地方把他安顿下来吧 这里有这么多的房子 不知道有没有空旁间能给他住啊 哎呀 还得买钥匙 可是我哪来的钱呢 哎呀 我自己买个大肘子的钱都没有了好吗 现在还得攒钱给这小孩买房子 看来我真的是心地太善良了 哎那小孩 要不然我送你去上学吧 我不去我不去 我在江叔叔家里的时候 他天天给我上课 我老有文化了 根本不用上学 啊我不信 那你背首股市我听听 看看我师父都教你啥了 他教我 想要发家幼稚富 少少孩子 断断术 哎呀去去去去 你这都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赶紧给我上学去